Hibbi 田婦珍啊 在補習班的時候 她坐在我的隔壁 當時啊 我在補習班的時候 就覺得啊 這個隔壁的女生 冰清玉潔啊 這個人還香香的 對 真的 Hibbi 小時候就很可愛 所以我確定她沒診 每次上課的時候啊 老大都在偷看她啊 但是啊 因為老大年少太純情啊 根本不敢跟她互動 但是啊 我記得她跟我說過兩句話 一直到現在啊 我人生啊 無助時啊 我都會想起來 這個啊 算是鼓舞著 我人生的兩句作用名啊 就是啊 Yo大家好 我是七七老大 你們的學校生活啊 到底是怎麼過的呢 是不是啊 整天打電動 搞得主機板 比大補鐵板燒還燙啊 還是啊 忙著戀愛 閃瞎野狗呢 還是啊 拼命打工 身兼八職 不管啊 你現在是在讀書 還是在社會 今天啊 七七老大就來跟大家聊一聊啊 大學生必做的事情啊 讓你求學時代是不虛此行 來第一點 大學生必做的事情 叫做 滿腔的熱血 你可以啊 花三小時啊 一路南下到嘉義啊 只為了吃一碗火雞肉飯 啊 還是會噴水的那一種 還是啊 你練頭三萬顆三分球啊 即使啊 你連戲蘭的先發都排不上 So what 年輕就去幹 沒有任何事情是會浪費的 這一些啊 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它就會造成你未來 變成怎麼樣的人 再來第二件必做的事 叫 銀心素銀 老大當然知道啊 看學長姐跳智障舞 是很浪費時間的事 我當然也知道啊 執行官啊 兇個半死 裝生氣啊 演技跟話劇設的沒兩樣 但是啊 如果你想要早一點 跟班上同學混熟 想要啊 學長姐雙手奉上 共筆以及報告 那銀心素銀 你最好要參加 耍白癡三天 換取四年的安穩 絕對值得 但是喔 如果你參加是為了把妹喔 想都不要想 學長一定比你手腳更快 第三件大學生必做的事情 叫做啊 要感受世界杯的熱情 管你看得懂 還是一日求迷啊 好好去感受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播在電視前也好 或找一間酒吧 大家一起嗨 一起狂歡更好 你可能連吸羅都沒有去過 或你女朋友也沒吸 但是啊 你依舊可以把臉上 塗上國旗 大喝啤酒 大聲疾呼 讓自己一整個月的時間 都投入在全球最瘋狂的體育活動中 第四點必做的是 至少喝醉一次 不管是熱炒店的啤酒 唱飲店的爛調酒 還是KTV的甜的半死玫瑰紅 管你是開心喝醉 還是失戀喝醉啊 好好去嘗試一次吐到像噴泉的感覺 醉過芳之酒農 愛過芳之情眾 趁你年輕時要好好經歷 不然啊 領老入花叢 會馬上瘋 第五點 請把汽車駕照拿到手 雖然啊 你騎著autobuy啊 它是一個年輕時的浪漫 後面啊載著一個妹啊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的感覺 幹什麼東西亂七八糟 我是說啊 路面比較不平 但是哦 你想像啊 你開著車啊 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或者是啊 接送家人幫忙分擔工作 真的 開車它就是你成為大人的第一步 你有啊 四年的寒暑假 說你自己很忙沒時間考啊 都是藉口 再來第六點 好好去享受暗戀 你不要啊 整個四年啊 唯一喜歡的異性啊 叫迷豆子 拜託 有真實的暗戀對象好嗎 管它是同班同學 還是咖啡廳的店員 學生時代如此純粹的愛情 它會讓你一輩子很深刻的 講到這裡啊 你們知道嗎 希比田復珍啊 在補習班的時候 他坐在我的隔壁 真的啦 我還可以跟你們說 是新竹的陽明補習班 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有沒有開 當時啊 我在補習班的時候就覺得 啊 這個隔壁的女生 冰清玉潔啊 整個人還香香的 對 真的 希比小時候就很可愛 所以我確定他沒診 每次上課的時候啊 老大都在偷看他啊 根本沒在聽李奇老師教課 覺得啊 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女生啊 但是啊 因為老大年少太純情啊 根本不敢跟他互動 但是啊 我記得他跟我說過兩句話 一直到現在啊 我人生啊 無助時啊 我都會想起來 這個啊 算是鼓舞著我人生的兩句作誘名啊 就是啊 借過一起啊 那個橡皮擦是我的 結果啊 他後來畢業之後啊 就出到了第一首歌啊 再靠近一點點 就讓你牽手 再勇敢一點點 我就跟你走 我到現在還相信 那鐵錠就是唱給我聽的 所以啊 青澀的愛情 真的能夠讓你啊 記憶一輩子的 再來大學生必做的 第七點啊 欸 去打工吧 就算你啊 家再有錢 好 相信老大喔 自己賺來的錢 自己花 真的很爽 你啊 走起路來啊 感覺都有風 連老二可能都大了兩吋 而且啊 你可以多去接觸啊 你有興趣的職業啊 看看是否真的 如你想像中的美好 這樣啊 就可以避免你畢業之後啊 去瞎撞 亂闖 再來第八點 你大學時 必須要學會打扮自己 你不要啊 永遠出門的時候 都是大素顏夾個鯊魚夾 男生啊 只會穿個假腳 脫配上啊 荷葉邊的戲服 拜託 Please 不要再相信啊 內涵比外表重要 這種話啦 男生啊 你學會穿襯衫 穿潮牌 女生啊 必須學會化淡妝 培養好自己的品味 把外在管理好 你才有辦法管理自己的人生 第九點必做的事 叫做啊 一次窮個半死的旅行 就正因為你窮 你會做最詳細的旅遊攻略 正因為你窮啊 你在路邊吃個蔥油餅 你都爽 連啊 睡在千年旅館的上下鋪 你都很開心啊 正因為你窮 你才能夠細細的去品味啊 旅行當中的每一步 所以記得啊 年輕時 越窮的旅行 越豐富 越深刻 再來第十點啊 追星刺骨 失心裂肺的分手 你必須精力啊 哭成一條狗啊 把自己關在房間 三天不出門 你流淚啊 流到睡著 醒來還繼續哭 你不只是愛情需要練習 你連失去 連分手 都必須磨練 請相信我啊 好好去感受 你有多痛啊 你以後就有多幸福 再來第十一點 你必須要做的事情啊 社團 它不只是玩 也許啊 在很久很久以後啊 你會忘記啊 啊 怕 這個是許純美 你會忘記啊 popping怎麼跳 但是啊 你不會忘記 跟大家練舞 練到半夜的回憶 也許在畢業之後 你的吉他就蒙上一層灰 但是啊 你依舊記得一邊喝啤酒 一邊彈唱的夜晚 所以啊 好好的去享受啊 一群人啊 為了共同的目標 去努力的感覺吧 第十二 用第一份薪水 買禮物給 你 爸媽 你可以買給女朋友 可待吧 但是啊 卻連大波露 你都不買給你爸媽 無論啊 你是打工賺來的 或者是啊 節省生活費 欸 買一份禮物 給爸媽吧 你不要去管啊 那個價錢的高低啊 欸 他們會 口閒體正直 爸媽嘴裡說不要啊 表情啊 倒是很誠實 絕對啊 會因為你長大了 而感動 感到欣慰 第十三 啊 把握每一次 上台的機會 你是不是啊 每一次分組報告啊 欸 你都選整理資料啊 因為啊 你會害怕開口講話 但是啊 老大啊 拜託你喔 必須要啊 無論如何想辦法 把在台上開口幾次 緊張是很正常的啊 講錯話是很正常的啊 甚至我第一次上台 我記得 欸 尿出來兩滴喔 但是啊 磨練過後 欸 現在的我不是靠啊 說話當飯吃嗎 所以啊 表達能力啊 能夠幫助你 交到女朋友 能夠讓你面試更順利 能夠更有人緣 還能加薪啊 所以啊欸 你好好的去嘗試磨練吧 第十四點 翹課 啊 那必須的 大學生啊 他有自己決定生活的權利 如果你覺得 翹掉一堂廢課 能夠讓你得到的更多 那勇敢的去翹吧 百年一次的日全食 或者是啊 你姐姐的婚禮啊 也許遠比上一堂課重要 但是啊 你打英雄聯盟 或者是睡覺喔 那就不是理由 第十五啊 你朋友要交 但要交哪一種 誰跟你說吃披薩 一定要吃知心的 交朋友一定要交知心的 來老大告訴你 三教九流的 全都來 你可以有交新的朋友 陪你做報告的朋友 一起去啊 酒吧的酒肉朋友 一起啊 打手遊天昏地暗的朋友 在這個階段 你必須交各種的朋友 但是喔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貪小便宜的人 在這個階段啊 你頂多啊 損失幾頓晚餐啊 幾罐飲料 但總比你啊 出社會才遇到啊 還被騙掉一筆生意啊 倒了一個會啊 強多了 來 如果你已經畢業了 那我們就啊 藉由這支影片 懷念一下 也檢視一下 自己在經歷了風霜之後 是否還記得曾經的夢想 如果你還是求學的階段 那就藉此啊 去調整一下自己的生活 沒錯的 趕緊做到 勇敢去夢 勇敢去闖 讓自己的學生生活 更加的多彩多姿 更多的可能 總而言之 老大就是希望你能夠 竭盡所能 去瘋狂 因為啊 畢業之後 老闆雞掰的嘴臉 同事可怕的心機 老婆抱怨的表情 小孩沉重的學費 絕對會讓你想飛 也飛不起來 我是琪琪老大 更多人生阿貴系列 全都在我們的頻道 趕快把它訂閱起來 愛你喔 再靠近一點點 就跟你牽手 再勇敢一點點 我就跟你走 走是吧 再勇敢來 再勇敢去 靠近一點點 再勇敢去 再勇敢去 坐一邊 坐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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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快